整个疫情应该叫战况焦灼了 台北市的交通局有在监控整个台北市的车流量 在5月14号以后 前两个礼拜车流量有比较低 现在慢慢又在上升 我想这个也是预料中的事 进入三级警戒第三周自主封城逐渐失灵 大伙都想问6月14号能不能如期降回二级 台北市长克文哲说当然可以 但是 解除就是几天后确诊人数就暴涨 所以这就是问题 能不能解除当然可以 确诊数就一下子飙上去 拿出北市阳性图表 克文哲分析疫情虽然得到控制 但确诊数难再降陷入瓶颈 是这个原因 这个新冠肺炎 在防堵上面为什么比SARS困难 因为SARS它是发病以后 开始发烧以后才有传染力 为什么很难查 因为它在发病前就有传染的危险 就怕新冠肺炎发病前两日传染力 成为疫情最大危机 北市改变战略就算无症状确诊 一律送防疫旅馆或是医院 控制疫情手段再加研 对中央同样炮火猛烈 连续几天开杠中央疫苗政策 毕竟若是没有足够疫苗 地方政府再多新战略 都是治标不治本 欢迎新闻 林伟区老平均 台湾报导